如果我要负什么责任的话 那么我就是要负起责任来带领着联众银行 重新的振作起来 我希望你们能赋予我足够的权力 请大家表决 各位董事 你们面前就是表决件 请投票 十票赞成 两票反对 决意投稿 请提供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讨论 该组联众银行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我的这个观点呢 已经同时啊 跟董事们进行了简单的电话沟通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选出联众银行新的掌门人 这个人要有灵活的手段 同时原则性要强 丰富的工作经验 有从基层到分行行长以上领导的能力 我的提议是 希望陈兴远同志来担任联众银行新的掌门人 离职分行就职组行 其实大家都对陈航长已经很熟悉了 这我哪知道啊 但我还是想做一些介绍 你的这个工作业绩啊 最近这一个时期以来 居于全国分行之首啊 对对不起 他领导的联导 我打断一下 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讨论 连海分行是否独立 而不是我能不能留下 我收到的文件是错的 还是你们修改了议题没有通知过 我需要个答案 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是 行李案件善后处理 选出新的掌门人 来处理善后的问题 我想你可能是看错了 那第二个议题 如果你同意接受这个职务 那第二个议题也就不存在 那我就要问一问 在我 在我 在我没有同意 在我没有同意接受这个职务之前 你们顾什么掌握 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给留啊 行真的不低头 麻烦 您对我的赞赏和认可是我的荣幸 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职务 过去 现在 将来 我都无异于做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您不要借助外部力量 护士我去 我觉得你太过情绪化了吧 林海坟行的建立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 联众银行仍然是有大量的资金跟人员的投入 你也是联众银行的员工嘛 有什么想法 要求 你应该早点地向我提出 平常你是不表态 在董事会上突然地发难 这是很没有道理的 准备今天董事会的材料 是我提出 要写上林海坟行独立的议题 当时您同样没有反对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 您是赞同的 当然不是 林海坟行无疑是联众银行的资产 而且我敢确认 如果现在开始投票的话 没有一票是会支持你的 我提醒董事会接受一份文件 这是我们林海坟行 下面七十多位高管 他们写的辞职写 都是今天签署的 签名 真是有效 可以核定 至于我 我不需要董事会投票 同意我如何 我辞职 这什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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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多个人里面有你吗 当然没有我了 你呢 这什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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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见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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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行李这样的人都可以损失掉 你的那七十名高管 我不会觉得他是什么致命的危险 可这是您致命的错误 其实这些人才才是银行真正的资产 他们手里有客户有项目 有几十年丰富的工作经验 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本地户口 他们才是金融界冲锋陷阵的实力干家 我不客气地讲 如果今天他们可以申请到银行牌照 租个房子 买几台电脑 不出一个月 就可以击垮林海分行的所有业务 您所谓的自杀 其实分文不值 你和我 我们都是联中银行的员工 我们不是敌人 我也从来没有把你视为我的敌人 我不同意你独立 是我不希望失去你这样的一个人才 在这样的大会上 公然地进行挑衅 我不明白你的用意 联中银行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吧 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时间节点上 你扑上来 还要插上一刀 无法原谅 说原谅的话 就太私人了 未来银行 是基于行业专业化 服务个性化的银行 银行自身的结构 必须根据外部环境和客户需求 随时进行调整 我们联中这艘船实在是太大 而他未来发展的空间已经非常小 在这艱船实在未见 这艘船实在上 第二艹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